书接前文 要说男子汉大丈夫 怕老婆怕到废通这个地步 确实也是少有 不过废通这人也有一点好 就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个是废物点心一个 要想激功尽职 无语吃人说梦 蛇妖掉胯的贼 他都逮不着一个 只得在家忍气吞声 可是常言道的好 老天爷饿不死 瞎家巧 头些日子 他等了个机会 五合八乡巡警总局 为了增强警备 办了一次科室会考 考上便能有个提拔 废通知道这是条出路 机会实属难得 他跃跃欲试 回了家不干别的 一门心思苦贝绿条 虽不比过去的秀才举子 阳瞻坐透铁验磨穿 倒也卯上劲了 废二奶奶见爷们知道上进了 心里他挺高兴 别的忙他也帮不上 为了让废通安心备考 二奶奶把家来照顾的井井有条 什么叫布袋歪了 调了倒了 绝对没有 洗洗涮涮收着屋子 在想方设法 给废通做点顺口的饭吃 不敢说无微不至 也够得上法外施恩了 话虽如此 可就凭着废通这一脑的大米粥 当天晚上背下的绿条 睡一宿觉 第二天一睁眼 就全忘了 要想通过会考难于登天呀 可是官运以来 谁也挡不住 就何该他做这个巡官 那些日子 备考归备考 警察所的差事不能耽误 蓄水池警察所辖区不小 废通平时下了差事已是半夜 回了家先奔造间 也就是厨房 废二奶奶提前给他预备好饭菜 他一个人坐在饭桌前 一边吃饭 一边备民国绿条 过去普通老百姓家里吃的很简单 应时当令 赶上什么菜便宜吃什么 好比到了初冬 萝卜白菜下来了 上肉铺买两的没的肉馅 也就这么一小嘎的 多放葱花 姜末 攥几个丸子 加上萝卜细粉条 窜一大锅 高兴了 滴上一滴小沫香油 外带蒸几个两餐面的馒头 舍不得蒸全白面的 一顿饭有干的 有稀的 有荤的 有素的 这就算是相当不错了 废二奶奶也知道 废通在外边寻了一天街 累得够呛 因此 每天打上二两散酒 让他喝口解乏 额外再抓一把五香花生米 添一味叫果仁 用这个下酒 废通喝一口酒 吃俩花生米 看一叶绿条 心下感恩戴德 冲这二两散酒 也得把绿条啃下来 谋个一官半职 多挣几块大洋 让废二奶奶跟着想想福 怎知好景不长 一来二去的酒没了 花生米也不给了 废通干啃窝头 没滋没味 心里头挺别扭 却不敢跟废二奶奶明说 直到这一天 废通比往常回来的早了半个时辰 鸡肠鹿鹿直奔造尖 听屋里头有响动 还以为进了贼 心里来气 却不敢高声喊 为什么呢 万一要是个狠心贼呢 一喊一闹 扔出块砖头来 把他这脑袋开了 怎么办啊 因此没作声 轻手轻脚扒在门上 借着月光往屋里看 不看不要紧 一看看明白了 可把他吓了一大跳 有个一尺多高的小胖小的 两个小眼珠子贼光硕硕 正在饭桌上喝酒 吃花生米 吃得不亦乐乎 嘴里还只巴结 这小子是人吗 费尔爷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心下思量 和这费尔奶奶没少预备吃的 全让贼给吃了 吃惊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气炸了连肝肺 磋碎了口中牙 他平时就嘴馋 费尔奶奶家法又严 不是为了烤个寻冠 哪有这一把花生米二两散酒的张成 结果可倒好 全便宜这个贼了 费通胆子不大 换瓶时他早下尿了裤 不过眼前这个小胖小子 肉嘟嘟圆滚滚 长得还挺白净 头上一条冲天杵的小辫 扎着红头绳 如同杨柳青年画上抱大鱼的胖娃娃 似乎没什么可怕的 费通仗着穿了观音 腰里别着井棍 加之一时气脑 心说一声 我倒看看你是人是鬼 当即推门而入 剑步窜着进前 不由分说捧 这一把 可就把这小胖小子 头顶的冲天处小辫给攥住了 不论什么人 一旦被揪住了头发 再想挣扎可就难了 有多的劲也使不上了 费通又拽过来一条绳子 三下五出二 把这小胖子捆了个结结实实 过去的老巡警讲起捆人 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简单来说 这里边分为小绑和大绑 小绑就是专绑两手 其余部位不招绳索 大绑则是双臂 手腕 胸背 脖颈 均以绳索困牢 所谓五花大绑 背绑之人极难挣脱 但双腿又能行动自如 另一种捆绑方式 叫穿小麻衫 将大臂向后付紧 从脖子到肩板捆个严丝合缝 唯独小臂与双手不跑 窝能费当巡警这么多年 捆人这两下子还是有的 那小胖小子还没等明白过来 依然被捆成了一个粽子 只好眼泪汪汪不住的告扰 我一时糊涂 偷了您的吃喝 求爷放了我 我连夜去别人家偷东西还您 废通啊 是个欲强则弱 欲弱则强的货色 见这小子开口求饶 看来道往不过如此 心里踏实了不少 点手吃到 一时糊涂 少来这套 我盯你好几天了 甭跟我这狗仙门帘的拿嘴对付 偷别人家东西还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费尔爷我行的正坐着端 启同于鸡鸣狗盗之徒 况且我本身就是巡警 怎么可能知法犯法收你的贼赃 小胖小子挨了沸通 眉头眉脸一顿鼠漏 脸憋得泛起轻光 连连的点头哈腰 头顶的小辫摇晃个不停 二爷 二爷 我说错话了 您饶了我吧 您是秉公执法的青天大老爷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启同这时候一点也不害怕了 围着小胖小子转了三圈 嘴里叨咕 你个小兔崽子 能力还挺大 去别人家偷东西 不怕让人拍死 小胖小子见沸通太褪梭缓和 也长舒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善笑 您老人家有所不知 我偷东西 一般人可抓不住我 只求您饶了我的命 想要什么只需开口 小的保证归归整整 放着您屋里 沸通听他这么一说 忽然眼珠子一转 冒出一个念头 说道 如若你真有本事 不妨上巡警总局 把会考的题目给我偷出来 只要我能考上巡观 将来好吃好喝供养你 否则 现在就把你喂猫 书要检言 沸通可就把他放了 真格的来说 不放他也不敢啊 不知这小胖小子什么来路 家里捆着这么一个玩意儿 还让人睡觉吗 您说怎么这么灵 转过天来啊 沸通下了差事回家 一进到家 嘿 几张会考的纲目果不其然 摆了饭桌上了 果然 散酒 也稳稳当当摆在旁边 沸通如获至宝 踏下心来挑灯夜读 有多的劲 使多的劲 真可以说是头悬梁追刺骨 凿臂偷光的劲头都驶出来了 等到了发榜的那天一看 果然是高榜得中了 那说这窝囊费不简单啊 其实也不尽然 虽说天津卫早在清朝末年 就开设了北洋巡警学堂 但是那个年头啊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在老百姓看来 巡警学堂并非学堂 而是兵营 能混上三顿饱饭 谁也不去当兵 所以说真正上过巡警学堂 科班出身的巡警 少之又少 就拿蓄水池警察所 这摆设口的人来说 绝大多数都是凭头老百姓出身 识文断字的屈指可数啊 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箩筐 费通能当上巡官 也是挫子里拔将军 加上他提前知道考题 下死功夫拼了命 再考不上也真说不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 费二爷从此摇身一变 当上了蓄水池警察所的巡官 新奉变成了一个月六块钱 费二奶奶出来进去 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 拿他的话讲 我们家窝囊费啊 土箱子改棺材 成人了 费通当上巡官的消息 在左邻右舍之间不静而走 咬剃的高兴的 有眼馋骂街的 还有没憋好屁的 谁啊 远了不说 他们家街坊之中就有这么一位 这个主人称三邦子 住费通隔壁那院 脑袋长得前邦子后勺子 六棱子八半 没那么寒碜的了 身子跟牙签似的 要多瘦有多瘦 没骨头挡着 还能往里瘦 脸上没肉 搭了嘴角 塌鼻子死扬眼 媳妇也是天津人 长得比三邦子还寒碜 白眼球多 黑眼球少 两只山峰尔的斜靶子脸 一口地包天的大黄牙 就这样还天天涂着抹粉 足够十五人看半了月的 两口子没孩子 也没个正经营生 逮什么干什么 那说是打拔岔的吗 也不是 人家正经打拔岔的 春天卖花盆 夏天登三轮 秋天养金鱼 冬天炒果仁 舍得下功夫 任投出力气 为了养家糊口 有什么活干什么活 绝不挑三见四 三邦子不一样 成天好吃懒做 横草不知道拿成树的 总恨不能兔磨沾家巧 空手套为狼 天上掉馅饼 地长酸了汤 净琢磨怎么不劳而获了 每天一睁眼 什么也不干 先奔茶馆 那儿的人最杂呀 天南海北一通的瞎聊 敢是有机会的话 拉个房窗 配个阴婚 不干正经事 轻易开不了张 但分扎上一个 就得逮着蛤蟆 钻出尿来 他这媳妇也不是好东西 在家开门纳客 倒是没做皮肉生意 不是不愿意 实在是长得太对不起人了 若有半分姿色 三帮子头上这绿帽子 咋就顶着南天门了 所以只能设了个小赌局 来的都是街坊四邻的沈子大娘 从中挣几个小钱 三帮子近半年时运不济 没挣着什么钱 天天积一顿宝一顿的 自打听说沸通当了巡官 心里可就算一声 往后能沾夺的光不说 眼下先得很扎一顿蛤蟆 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图语 说白了就是吃你一顿 过去单有这么一路人 说老话叫白痴猴 听说谁升了官发了财 或者碰上什么好事 甭管熟不熟有没有交情 准得死皮赖脸额你一顿 三邦子就是这路人 他还不单是讹吃讹喝 干什么事都得想法子找便宜 这就叫占便宜没够 吃亏难受 咱拿两个朋友去看电影来说 这里边的便宜就不够他占的 天津卫啊 1906年开设了第一家电影院 到民国初年 看电影已经算是比较普及了 天津卫老百姓好面子 又爱凑热闹 市面上有什么出奇的玩意儿 别人都知道就自己不知道 那等于说是没法混了 所以借钱也得去电影院 看个电影里演的到底是什么 看完回了才有得聊啊 另外过去的电影院里也有花活 单有一路女人在里边做生意 打扮的花枝招展 这旗袍得开气能开的嘎吱窝 专陪客人看电影 您称想 那能广看电影吗 招一把撩一把 让人占点便宜 天津卫馆这行人叫玻璃杯 经常有那些逛窑子逛腻了的 上个电影院换换口 三邦子是正一个花俩的主 平时挣点钱吃上顿没下顿 哪有闲钱看电影啊 可他有办法 蹭票 有新电影上映了 他就想办法约上个朋友一起去看 但是谁跟三邦子约着去看电影 算谁倒霉 这三邦子也不是说不带钱 兜里先揣好一块现的羊 说起这一块钱可有年头了 自打倒的手那天就跟兜里揣着 没事的拿手撵 盘子光可见人 这个钱绝不能花 为什么呢 他这一天全靠这一块现的羊了 俩人见了面 雇两辆娇皮车奔电影院 要说哥俩有交情 到地方一般都得抢着给车去 比如这趟五个大子 两辆车是十个 你掏十个不就结了吗 这时候 三邦子把那一块现的羊掏出来了 让拉车的找 这一块现的羊能换四百八十个大子 那能找得开吗 那位朋友见状 就把身上带子零钱掏出来 哎 三邦子这车钱算是省下了 书接前文 上回咱们说到三邦子看汤电影 憋着占别人便宜 到了电影院门口得买票啊 人朋友刚替他掏了车钱 按理说 这电影票钱 咱们也得三邦子掏 他又把那一块现的羊拿出来了 电影院当然是找得开了 可这小子有办法 他不排队 使劲往这票房门口挤 当时的电影院不多 看的人可不少 尤其演投论电影 队伍排成一条长龙 三邦子一边往前挤一边喊 来两场 来两场 甭等那位朋友拦他 电影院的人就说话了 别加个 排队买票去 他也不急 因为要的就是这句话 听完这话 他是回来了 可那位朋友已经排在他前头了 他又有话说 既然您了已经排上了 我就甭排了 等会买票的时候 我给您钱 说完这个话呀 站在旁边跟朋友聊天 没话搭个话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慈禧太后 英国女王 没有他不知道的 看他嘴角直飞白墨子 等排到地方了 他一伸手不就把这票给买了吗 那怎么可能呢 这时候他一扭头 隔老远招回来卖糖的 我说 你这水果糖多少钱一包啊 卖糖的赶紧挂着箱子跑过来 这位爷 跟您了说 五个大子一包 三邦子听完准作牙花子 哎呀 怎么这么贵呀 合着糖又涨价了 光涨不跌 你倒是合适了 便宜点卖行吗 卖糖的说 行啊 漫天要件就地还钱 别看不大 咱这也是买门 是买门就没有不让还价的 您看您给多少 三邦子说 给你五个小子吧 您琢磨琢磨 一个大子换两个小子 他这不乱花价吗 那人家能卖吗 扭头就走了 他还紧对方 别走别走别走 我给六个小子行吗 这就叫成心 这么一捣乱啊 朋友那边已经把票买完了 他这糖也没买成 他不是买不成 根本就没想买 等看完了电影出来 三邦子又得说 哎呀 这天是真热 身上这汗都出透了 这个朋友吃了两次亏 仍然碍于面子 拉不下脸 客气道 要不咱洗个澡去 这句话一出口 等于又给他搬了个梯子 那能不去吗 到了澡堂的里边 洗澡搓澡 敲背 刮脸 修脚 拔火罐子 有什么要什么 全石头利死了 往床板上一躺 点手叫过两盘干货 花生瓜子 杏根国谱 再七生一壶茉莉花茶 跟你谈笑风生 胡吹海砍 赶等差不多要走了 他开始摩阳功 穿衣服不紧不慢 小罐往腿上蹬 裤子往脑袋上套 两只袜子翻过来掉过去 非得分出左右脚来 人家那都穿带齐了 在澡堂里热得一身汗 只能出去等他 到了门口又把账结了 三邦子这时候 才慢慢悠悠的溜达出来 叫过伙计 装模作样的要结账 又把那一块现代杨掏出来了 伙计赶紧回话 告诉三邦子 那位爷已经结完了 三邦子反而得意了 嘴里还不依不饶 嘿你看你 怎么又把钱给了 没你这样的 诚心栽我 照这我得罚你 那什么 咱晚上哪吃 给这位朋友吓得 撒腿就跑了 三邦子一个大腿没花 白玩了一整天 能说人家下次有防备了 怎么办 不要紧 他焦地面广 脸皮又厚 甭管大马路小胡同 随便拉住一位就称兄道弟 跟谁都见面熟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一个人扎一顿 扎完了这个还能再扎别人 小车不倒 细水长流 就这么个财迷转向的主 邻居窝囊费升官 涨工资能躲得过去吗 这三邦子早就憋着心思 让窝囊费请客 不过费通是干巡警的 出去的早 回来的晚 三天两头值班 总也碰不上 并且来说 费尔爷家法厉害 挣多少钱都得交给二奶奶 自己兜里一个大子也留不下 他又是个财迷转向的主 不是脑子进水让驴踢了 怎么很平白无故 请三邦子这么个泼皮无赖吃饭 三邦子可就留意了 也真是下了狠心 起了执念 搬梯子上墙头 天天盯着纳院的动静 这个劲头放在别处 干什么不成 无奈三邦子不走那个脑子 只要能占上便宜 从墙头上摔下来都值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来二去 发觉沸通有个习惯 回到家不进屋 先奔造尖 要说也不奇怪 谁回来不得先吃饭 可沸通一头扎进去 至少一个时辰才出来 三邦子心说这可不对 吃饭可用不了这么半天 这里头肯定有事啊 窝子废在造尖干什么呢 过了几天 三邦子实在憋不住了 这几个月一直没找着请客的人 肚子里一点油声都没了 恨不得赶紧抓住窝能废的小辫子 狠狠讹他一把 当天夜里月朗星熙 他听见旁边院门一响 知道是沸通回来了 匆匆忙忙从自己这院出来 捏手捏脚 来到沸通他们家门口 只见院门虚眼 此时不算太晚 院门还没上栓 三邦子心思也甭打招呼了 偷摸进去搂一眼 万一让沸通撞下来 就说是来串门 老街就临的也没那么多避讳 三邦子进了院子 毕竟还是心里发虚啊 高抬腿轻落足 直奔早尖 蹲着窗根下边 没敢直接往里看 支愣着耳朵这么一听 除了沸通似乎还有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屋里说话 却听不清楚说什么 三邦子心想 我能沸跟谁说话呢 有相好的了 不能够啊 吓死他也不敢把相好的带回来 那费二奶奶还不活吞了他 这个人是谁呢 想到此处 三邦子悄悄站起身来 争一目秒一目 使了个目镜单雕线 往窗户里头一瞧 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妈的妈我的姥姥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灶尖啊 开尖不大 墙根砌着灶台 灶台上摆着锅碗瓢盆之类 做饭的家伙事 墙角堆着柴火 灶尖中摆了一张油桌 什么叫油桌 就是比八仙桌小一号的硬木桌子 也是方方正正的 边上配四把椅子 桌子上竖着一盏油灯 书中代言 天津城那时候已经通了电灯 不过很多老百姓家里还是舍不得拉灯泡 因为电费太贵 借着油灯的火苗 三帮子看清了桌上的饭菜 今天预备的还真不错 费二奶奶给烙的白面饼 买了天饱楼酱肉 一小盘水萝卜 一碗甜面酱 炒了一个醋溜白菜丝 额外还给切了俩咸鸭子 烫了一壶酒 三帮子吞了吞口水 心生嫉妒 窝能费自打当了巡官 这小日子过得够韵贴的 桌上全是顺口的东西 可定睛再看 费通对面 坐了个一尺来高的小胖小子 可没坐在椅子上 个儿还小 坐椅子上够不着桌子上的东西 就这么坐在桌子上 头顶输了个小抓紧 一对小黑眼珠的滴溜烂转 费通一边说话 一边撕了块饼 夹好了酱肉 递到这小胖小子手里 小胖小子接过来 咬一口饼 喝一口酒 喝完了 费通还给他倒上 两个人 你有来言 我有去语 说的还真热闹 说的什么呢 无非张家长 李家短 三街四林 嫌妻杂八的事 谁家两口子吵架 谁家新媳妇漂亮 哪个女的狗破鞋靠人 哪个男的在外里有了拼头 真可谓一双眼看百家事 方圆左右的新鲜事 没他不知道的 再看费通啊 一会儿哈哈大笑 一会儿皱起眉头 脸上这表情就跟听评书差不多 三邦子心说 还真没看出来 窝能飞这事要成精啊 边吃边聊 这功夫也可就大了 屋里的二位挺尽兴 却苦了听窗根的三邦子 撅着定猫着腰 好不容易等他们吃饱喝足了 费通灭了灶尖的油灯 迷迷糊糊回屋睡觉 小胖小子也喝了不少 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谁也没注意外边有人 三邦子可没回去 他得看明白了 不为别的 就为逮个把柄 讹费通一次 他在灶尖墙根底下 又蹲了大半个时辰 看时候不早了 姑母窝能飞两口子 跟街坊邻居都睡着了 悄悄声的站起身来活动活动 蹲的时间太长 这腿脚全麻了 等活动开了 他仗着胆子 猫着腰 垫起脚尖 直妞妞 推开屋门 摸进小屋 来到油桌之前 借屋外的月光 这么一看是大吃一惊啊 哪有什么小胖小子 分明是一尺多长的 一只大号的趴在桌子上 一身灰皮 油光霸亮 尾巴一直搭了到地 满嘴的酒气 竟然还打着呼噜 嘴头子上几根胡须 随着呼噜 一起一扶的颤动 三帮子之前躲在门外偷看 那叫胆战心惊啊 到了这会儿 这四个字不足以形容了 换个词叫肝胆剧烈 真把他吓得够呛 先等会儿说 刚才看还是个小胖小子 这会儿怎么变样了 耗子见的多了 哪有这么大个的 当时腿肚子转筋 膝盖打不了弯 直着两腿往门口蹭 怎知那大耗子发觉有人进来 突然睁开了眼 眼神迷迷登登带着酒劲 晃晃悠悠就要起身 三帮子以为这东西会起来咬人 吓得两只手撕下里一划了 抄起力在灶台边上的擀面杖 来了个先下手围枪 搂头盖顶往下打 这擀面杖是费二奶奶烙饼用的 足够三尺长鸭蛋粗细 抡起来挂动风声 只听砰 一声闷响 也不怎么那么准 这一下整砸在大号的脑瓜底上 当时血子呼啦的脑浆子四下绷剑 三帮子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裤裆里屎尿其流 魂都吓飞了 沸通两口的睡梦当中 听得到家一阵噼里噗里的响动 以为进了贼了 自从当上巡官 费二爷这脾气也长了三分 嘴里嘀咕 这他妈真叫太碎头上冻土 什么人贼胆包天 敢来巡官家偷东西 他披上外衣穿上鞋 抄起挂在墙上的井棍 三步并坐两步跑着造尖 紧无一看 也抖了手 但见那只大耗子四脚朝天躺在地上 脑袋被砸得稀巴烂 已然弃绝身亡 在沸通看来 这可不是耗子 这是他的富贵财神 哥们弟兄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这大耗子不但帮他升了官 还给他提供了不少拿贼办案的线索 沸通垂胸顿足 心思油烹啊 可还不能明说 万一船讲出去 他这个巡官怕是当不成了 这真叫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沸通见三帮子坐在地上 一头白猫汗 还没缓过神来 就知道是这个泼皮干的好事 一手揪住三帮子的脖领子 一手在灶台上滑了 像玄波衬手的家伙 揍三帮子一顿 嘴里也不宜不饶 我说三帮子 大半夜你跑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银家入宅 飞奸计盗 如若不说实话 别怪我把你拘起来 三帮子这人平时就从来没实话 想让他说句实话 无异于要他的命啊 他喘了口气 定了定神 这瞎话张嘴就来 我半夜出来劫手 看一大耗子窜过来吓我一跳 我一想 爷们得为民除害啊 赶紧追 也是咱两家离得太近 没想到的三村两村 跑进了你们家造街 我就把他堵屋里了 匪通一听就知道三帮子是胡说八道 心里更气了 连推带嗓 把三帮子轰出院门 又补上一脚 别放屁了 快滚快滚 打这开始 匪通恨透了三帮子 后来找了个茶口 把三帮子家的赌局连锅端 罚了个底调 又把两口子关了多半年 方才吐了胸中一口恶气 三帮子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贪小便宜 反吃大亏 甭管怎么说 沸通当上了天津城 蓄水池警察所的所长 一个月领六块新凤的巡官 前文书提的过 蓄水池一带治安混乱 辖区又大 天津城西头白骨塔 南投窑 砖瓦厂 强子河 吕祖堂 如意安 围托庙 直到小西关这一大片 全归蓄水池警察所管 两班巡警不下百十来号 多为混吃等死的酒囊饭袋 缺须短影少根筋的 却也不在 少数 书接前文 沸通手底下有两个巡警 专会欺上门下溜须拍马 整天跟在沸通屁窝后边转 花言巧语 端茶点烟 把费二爷哄得挺美 沸通本来就是这路货色 也愿意吃这套 一来二去 把俩人当成了心腹爱将 经常带在身边 这俩人 一个姓夏 人送戳号 瞎眉头 另一个姓谢 绰号叫谢吊爪 列位看官圣明 光听这俩名字 您就知道这都是什么成事了 这瞎眉头啊 生就一张大长脸 细高挑 水是腰 平时就是攻腰驼背 站直了三道弯 蟹吊爪是个搓胖子 秃脑袋 走起路来赛过皮球 两只小胖手一左一右摇来晃去 捕盗拿贼 甭指望这二位 可要论起吃拿卡要 假公济丝 山峰点火起哄驾秧子 一个赛一个能耐大 这两个虾兵蟹将 一个眉头一个掉转 再加上个巡官窝囊废 仨人凑一块 能干得成什么事 沸通可不这么认为 蓄水池警察所没多少游事可捞 他还想往上爬 升不升官不说 至少调去城里当差 来个平级调动就行 城中尽是大商号 穿官衣的倒背手 往里边一溜达 坐买买的立马 七叉倒水拿盐卷 塞离不辣的沙窝萝卜随便吃 临走还得给一份孝敬 沸通想的挺好 但是当上巡官以来 整天围着蓄水池转 出不了这一亩三分地儿 并无尺寸之功啊 免不了闷闷不乐 这一日 虾眉头和谢吊卷 趁机拍马屁 摇头晃尾巴哄得开心 虾眉头说 二哥 我们哥俩陪您看场戏去 谢吊卷也说 对啊 新明大戏院来了个好局 长得别提多漂亮了 要身对有身对 要半仙有半仙 前天我听了一出 生蛋的对戏 那边是个武生 手指一杆银枪 这边的小局唱刀马蛋 手舞双钩 两个人插招唤势 上下翻飞 在台上打的那个热闹啊 哎呦台底那好喊的 恨不能把房盖给震塌了 虾眉头问道 什么戏这么热闹 谢吊卷一抖了手 哎 光顾热闹了 没看出来是什么戏 虾眉头七了一只 生疏熟悉啊 看了半天了 不知道什么戏 一整个一棒吹 您说哪儿个 废通也一皱眉 我说老谢 以后少出去给我丢人现眼 那孩听门的 外孩才听热闹呢 别说那没用的了 今天我带队巡夜 你们俩跟我走一趟 警察所的夜巡队看着挺辛苦 其实也是一桩肥差 抓到犯烟土的 行窃的 拍花的 拐小孩的 收脏 饭脏的 小偷小摸的 必赌包娼的 可以罚莫脏款 外带领一份铐上 再逮着个小媳妇 偷汉子什么的 趁机捏两把小媳妇的屁股 不仅占便宜解闷 弄好了 还能狠敲一笔竹杠 虽说蓄水池警察所 辖区偏僻 可是俗话说 拉锯就掉墨 出摊就开张 只要出去巡夜 多少也能捞点油水 总好过闷在所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当天夜里 窝囊费在警察所里 点齐了巡夜的人手 瞎眉头 卸吊转 过来献阴气 二哥 先别忙着走 巡夜是个利器活 哥几个得垫垫肚子 那什么 你们几个陪二哥等会 我们哥俩去给大伙弄点靠劳 说罢出了警察所 功夫不大 俩人找了一个推车 卖煎饼果子的小贩 煎饼果子 从清末到民国 通常被当作夜宵 比如说夜里听书看戏 无论是艺人还是观众 散场之后都觉得肚子里空唠唠唠的 煎饼果子 闲拉适口 既能解饱又不油腻 再合适不过 警察巡夜得十几个人 把小贩叫过来摊煎饼 是为了趁热吃 那个小贩垂头丧气 推着小车 跟在虾兮二人身后 进了蓄水池警察所 心里头暗暗叫苦啊 为什么呢 这些个穿狗皮的 吃煎饼果子 就是白吃 不再讹上一份钱 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哪敢开口找他们要钱 到头来 只怕一分钱都挣不着 还得把本钱赔光 一晚上白忙活 巡官渥那费 带上瞎眉头卸掉准 又喊上手下十来个巡警围成一圈 一人要了一套煎饼果子 这个要果子的 那个要果壁的 生葱的熟葱的 放辣子的 不放辣子的 还有面皮不要面 只拿鸡蛋摊的 不可小贩忙活的 晕头转向 手脚不停弦 等一众人等狼吞虎咽吃完了 不知道温那费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居然抓了两个大子扔给小贩 小贩可不敢要巡警老爷的钱 一再推托 心里暗骂 俩大子还不如不给 这还唠个你没明抢 温那费一瞪眼 二爷给你钱 你敢不要 小贩嘴里边连说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双手接过钱连连坐椅 推上车就跑了 费通带着一众巡警 一个个吃饱喝足 提上马灯 在天津城外巡夜 您别看西门外萧条 西门里可热闹 有的是通宵达旦做买买的 一眼望去灯火通明 无奈蓄水池的夜巡队不能进城 就跟狗撒尿似的 各有各的片 费通等人顺强子盒转了半天 也没开张 竟剩下费邪了 后半夜才撞上两个饭烟土的 可算见着带缝的蛋了 费通带手下弟兄穷追不舍 一直追的北城的大流的胡同一带 两个饭烟土的逃了个无影无踪 这些个刑警啊 平日里好吃懒做 走路恨不得都能让人背着 饭烟土的一跑 他们就追不上了 一个个累的气喘吁吁 上气不接下气 骂骂咧咧收队往回走 北城多为深宅大院 大流家胡同是个死胡同 深处没有路灯 漆黑一片 这也是何该出事 费通带队经过的时候 无意当中往胡同里边看了一眼 怎么这么巧 但见朦胧的月光之下 从高墙上跃下一个青衣人 筷子猿猴轻如狸猫 落地是悄然无声 当巡警的一看就明白了 银液翻墙 飞奸即盗啊 沸通赶忙吩咐手下人等 堵住胡同口 与这贼人打了个照面 但见此贼没穿野行衣靠 也没蒙面 短衣襟小打扮 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伸手皎节乙籍啊 饱嘴片子 高臂联 准头端正 两个同人漆黑精亮 戏台上的弹局也没他长得顺 怎奈不走运 行切得手了 越墙而出 整撞上夜巡队 不过青衣人一不慌二不忙 没等十来个巡警冲上来 他先开了口 把圈的挑帘子 老盖溜边 沸通等人一愣啊 怎么 这是警察的暗语 贼道上说黑话 当差的一样有切口 意思是缉拿队办案 你们当巡警的躲开 众巡警剑是缉拿队的 那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忙把枪放下了 扭头就要走 这废通啊 天生的奴才命 剑了比自己强了就往上贴 恨不能灯泡上抹酱子 沾沾光 当下讨好的问道 拿大鱼拿虾面 青衣人应了一句 一桩浑天入窑的 网大眼小 全把握着呢 沸通一听这话 心说不对啊 什么叫浑天入窑啊 这可是贼道上的黑话 暗指趁天黑入宅行窃 当差的可不会这么说 那个穿青衣的 也意识到说走了嘴 不等沸通做出反应 身形一晃 三窜两纵直上墙头 一众巡警全看呆了 三丈多高的大墙 这是怎么上去的 沸通间对方一跑 就知道是飞贼了 捉拿村防跃脊的飞贼 可是头当功劳 急忙鹤令手下开枪 几声枪响 划破了夜空 大半夜的黑灯瞎火 也不知打没打中 却引来几声狗吠 众人追到墙底下 借着月光才看出来 这大墙砖缝里边 插了两枚铜钱 飞贼借此攀壁而上 正是飞檐走壁的功夫 巡警们可没这两下子 沸通让手下兵分两路 一路守在胡同尽头 另一路绕至大门前 砸了半天也没人应门 几个巡警搭了人墙 翻墙进去打开门 沸通立功心切 晃着小胖身子 带队冲进去 飞贼已然踪迹全无 院子里进来这么多人 里面却没动静 沸通觉得不太对劲 冲瞎眉头挪挪嘴 瞎眉头心领神会 走到迎面正房大门前拍了拍门 喊了句 巡警办案 府上有人吗 屋里还是没有回应 这一拍 却把门给拍开了 原来门是虚掩着的 瞎眉头掏着枪 一脚踹开大门 只觉一股血腥之气 是扑鼻而来 再定睛一看 屋里地上横躺 竖握着两具尸体 血水流了一大瘫 瞎眉头倒吸一口凉气 没敢再往里走 战战兢兢退了出来 周围异常安静 夜色猙獰的 只让人觉得手脚冰凉 挤两钩发麻 屋门打开之后 远处的沸通 也感觉到了血腥之气 一挥手说了一声 搜 各巡警往各屋搜查 可了不得了 这户人家满门男女老幼 全被抹了脖子 一个活口也没留 到处是血惨不忍睹啊 沸通走进正房大门 借着月光 找到灯绳拉了一下 咔哒一声 吊在房梁上的电灯亮了 沸通再一看 正厅地上用鲜血 画了一条张牙舞爪的大蜈蚣 此时血迹未干 顺墙壁往下躺 看得沸通身后一众寻警 头发根子直往上竖啊 一股的凉气 从沸通天灵盖直透脚底板 要搁以前赶上这样的血案 窝能飞早撒压子溜了 不过他当上雄官以来 或许是官微加深 遇到事可比以前稳等多了 沸通理了理思路 定了定心身 派人跑去官厅上报 长颜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官厅再怎么掩盖 也架不住有那嘴块的 事情一传十十传百 这件灭门惨案 很快轰动了天津卫 原来这户人家姓刘 家境殷实 贼人趁夜入宅 奸淫了刘家的女眷 又一刀一个 杀了全家一十二口 捐走金银珠宝不计其数啊 高墙上有几滴鲜血 夜巡队那一阵乱枪 打中了飞贼 却没伤的要害 贼人中枪而逃 不过巡警总局派出缉拿队 搜遍了城里城外 也没找到蛛丝马迹 这件惨案 先是在大刘家胡同林里之间疯传 很快被消息灵通的小报记者得知 有天油加醋登在报纸上 这么一来 整个天津外上至官府 下至百姓 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人了 而且越传越神 越传越闹不明真相 各路小报的记者 更是根据传闻和想象 一通的胡编烂造 虽然报纸上印出来的 只是两三百字一小段消息 可是一家笔一家编的邪乎 说的有鼻子有眼 不为别的 就为吸引人买报纸 有一家省事快报 甚至刊出了连载小说 以这桩灭门惨案为引子 讲出了一段江湖侠客 替天行道 匡扶正义的传奇故事 一时之间 全城老百姓 但凡有点家底的 人人自危 天也黑 就早早班班 关门庇护 不敢出屋 睡觉都睡不踏实 不管案子传了多少个版本 却有一点一致 从作案手段和壁上的血蜈蚣 可以断定 兴凶的贼人非同小可 那是全国悬赏通缉的巨盗 飞天蜈蚣 萧长安 当时来说 提起飞天蜈蚣萧长安 在官司两面 黑白两道 绝对是有名有号 据说 他这个人没有半分贼相 纯若屠珠 眼如点漆 往来疏忽如风 但见其影 不见其行 一双猫眼 夜行从不点灯 几背上刺了一条大蜈蚣 以此得了飞天蜈蚣的绰号 此贼贪瘾银好色 而且心狠手辣 杀人不眨眼 作案从来不留活口 出道以来纵横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作案之后 定会在壁上画一条血蜈蚣 从未失过手 各地官府开出重赏 却也拿他不住 连照面都没打过 皆因这飞天蜈蚣 湖南湖北 行踪不定 在一个地方只做一次案 比如在济南府做了案 得了手立即远走高飞 躲到太原府销赃 就地将贼赃挥霍一空 再找着当地最有钱的一户人家下手 得了手 再换地方 从不拖泥带水 这一次流窜到天津城 踩盘子盯上了老刘家 做下这么大的案子 沸通身为刚提拔上来的巡官 带了十几个巡警 各个持枪带棒 在一条死胡同里 撞上了非贼萧长安 居然还让这个贼 从眼皮子底下翻墙跑了 官厅大老爷能不生气吗 拍桌子瞪眼 骂了沸通一个狗血淋头 体无完肤 又扔给他一件差事 干得好将功补过 干不好 一杆子插到底 扒了他这身关音 甭说巡官 连巡警 也别想干了 书接前文 在蓄水池警察所的李建屋 沸通把他如何当上 蓄水池警察所的巡官 如何在大刘家胡同 枪打萧长安的前因后果 添油加醋讲了一遍 兔抹星子见了 崔了到一脸啊 崔老道一边听 一边往后躲 沸通却越说越杀不住车 还一个地往前凑合 可把崔了到腻味的够呛了 崔老道久走江湖 本事不行 见识却不浅 多次听过飞天无共 萧长安的名号 此人要贼心有贼心 要贼胆有贼胆 作案的手段高明 来时无影 去时无踪 那是出了名的鬼难拿呀 崔老道这个买买 属于金字门 萧长安这类做贼的是荣字门 虽不同门 但皆数江湖中人 多少也有些了解 据崔了道所知啊 天底下的贼人分为三路 门道各不相同 在江河湖海上杀人越货 抽帮打劫的称为水贼 陆地上高高去窜房越挤的 称为飞贼 挖坟盗墓发死人财的 称为土贼 过去三百六成都有祖师爷 贼偷的祖师爷 有人说是水浒传里 鼎鼎大名的古上早十千 人称梁上君子 其实不对 这孩真正的祖师爷 应该是东方朔啊 十千再厉害 偷的也是人 东方朔三道王母先逃 偷的可是神仙 旧时给老人贺寿 尝挂东方朔偷陶土 说的就是这个世界 各行各业之所以供奉祖师爷 一来往脸上贴金 二来 借此来立规矩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做贼的也是一样 经常说道义有道 有人偷东西是为财 有人偷东西是为义 越是干这孩的 越是讲究道义 萧长安属于钻天的非贼 却向来不守贼道上的规矩 做多大的案子也是一个人 从来不败山头 一个地方干只干一票 专找当地最大的财主下手 翻墙跃脊进去 把值钱的东西一卷而空 不分两件 咬一个杀一个 身上不知道背了多少条人命了 这家如果有女眷 必定先奸后杀 手段残忍至极 江湖上盛传 飞天武功 萧长安作案从不失手 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来说 此人心思缜密 贼智出众 通晓七十二孩 擅长易容改办 还会各地的方言 真可以说学什么有什么 装什么像什么 作案之前先踩盘子 盘子不踩盐似了 绝不下手 踩盘子是句黑话 也叫踩点或踩盗 就是说贼人在刑窃之前 探明下手目标的地形 格局 人口 以及私库在什么地方 作案的时候 从哪进 从哪出 除此之外 还要摸清附近 巡警往来的路线 论起萧长安踩盘子的手法 别的飞贼可真比不了 要想摸透一个大户人家 里里外外的情况 来一次两次可不够 可你总在人门口转悠 说不定就会让人发觉 所以说想不被怀疑啊 最好办成走街串巷 做买买的小贩 但是又不能扎眼 什么行的扎眼呢 这里的门道可伸了去了 比如挑挑的剃头的 这剃头匠之间有规矩 一个人固定走这一片 来往的都是熟练常客 生人来此扎眼 办成卖针头馅脑 腌制水粉的货廊也不行 干这些小买买的 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住了 也不会半夜出来做买买 上一次飞天无共 萧长安在济南府作案之前 就办成了一个卖炸蚂蚱的小贩 山东地广良多 蝗灾频繁 到了秋后 成群的蚂蚱铺天盖地 如同片片黑云相仿 所过之处 装起颗粒无存 全给啃光了 没了粮食 装起人吃什么呢 其中有心眼活分的 下网扣筐逮蚂蚱 挨个揪掉大腿翅膀 用盐水泡了 再下油锅 炸熟了 放在大盆里 拿小车推到城中叫卖 油炸蚂蚱肥美 宫的一兜油 母的一兜籽 色泽金黄 外酥里嫩 又下酒又下饭 夹在刚刚烙熟的热饼里 咬一口真是满口余香 两个大籽一碗 吃的人从来不少 一天能卖一大锣筐 不单是好吃 还能为民除害 可老天爷总不能年年跟庄家人过不去 赶上风调雨顺的年劲 没有蝗灾 种地的农民高兴了 卖炸蚂蚱的也有办法 就在庄家地里边点起一六码灯 后边支起沾网 这些神宠屈光 夜间见到光亮 大批大批的往灯前飞 一支支撞在沾网上 天一亮就下了油锅了 卖这个的全是乡下老杆 做买卖没有固定的地点 东西南北四乡八县到处乱窜 萧长安找了一个卖炸蚂蚱的老杆 出钱买下全套家伙事 又吩咐他隔三差五给自己送蚂蚱 活的熟的各一半 老敢巴不得如此 不用推车叫卖了 挣的钱还多 这不天上掉馅饼吗 打那以后 萧长安推上独轮车 三天两头到大伙人家门口叫卖 明着是卖炸蚂蚱 暗地里却是采盗 这个飞贼还会倒口 站到路口吆喝 吃嘞小嘞 油炸蚱的下酒解茶去嘞 有钱有势的财主老爷吃腻了大鱼大肉 也等这口解馋 下人听见叫卖的就出来买 有买炸好的 也有买活的回去自己炸 萧长安认准了下手的人家 接卖炸蚱蚱跟这家的下人搭话 套问宅中的情形 这家宅院几近几出 哪屋住人 哪屋放钱 多是下人几条狗 看家护院练的是八级还是少林 没他打听不出来的 那么说凭一个卖炸蚱蚱的几句话 就能套出人家深宅大院的底细吗 其实不难 这就是江湖道 一般人要是直来直去问人家 对方立马就会起疑心 弄不好 还得把你送交官府 但萧长安贼智出众 先给来买蚱蚱的下人来这实惠 多抓一把蚱蚱 少要几个大子 一来二去混熟了 称兄道弟 探问这大股人家房子结构布局之事 还得讲究策略 得先说自己在乡下的时候 进过大户人家的宅子 那可是宽宽超超 一个大院子 一连排整整五间一砖到顶的大瓦房 院子里黄土垫地 积压成群 那位下人一听就知道了 这整个一乡下老赶 没见过世面 必然得吹嘘自家主人这宅院 如何如何阔气 萧长安再来个顺水推舟 对方自然而然 就把整个宅院的布局 和盘托出 说得一清二楚 这是白天 到了夜里 他又扮成严接乞讨的叫花子 缩在那户人家门洞的下边 看打耕寻夜的几点来几点走 就这么反复踩点观望 够实诚的把握 他才下手 飞天五共萧长安作案 白不囊中还少不了几间 衬手的家伙贴身的发宝 头一件是紫童仙鹤 仅仅巴掌大小 造得栩栩如胜 巧夺天宫 拉动鹤尾 可从鹤嘴当中喷出迷香 迷到势中之人 这迷香啊 本是用曼陀罗花 煎煮浓缩 灰干水分 再对上黄杜鹃 又叫巴里麻 碾成的粉末 两者相容 要力倍增 闻一下立即昏迷 一两个时辰也醒不了 另一件 是条收纳贼赃的锦囊丝带 既轻薄又绵软 钻成一团不过核桃般大 展开了 可达七不尺 浴火不燃 入水不沉 钻之时一圈一圈缠在脑袋上 既方便携带 而且万一有人用刀劈过来 这东西柔中带刚 还可以抵挡一阵 过去常听说书的先生 说贼人作案之时 轻倦怕缠头 就类似这个东西 还有一件 是把囊子 古书有云 刀不影尺 为之囊子 说白了 就是不足一尺长的匕首 这可是肖长安寻觅良久得来的一柄利刃 不敢说削铁如泥 吹毛断法可不在话下 这是贼人的胆 出去作案从不离身 此外还有几件东西 也是作案时必不可少的 比如肖长安行窃 总带个油壶 大肚 长脖 小尖嘴 有什么用呢 穿窄入室 用囊子拨开门栓之后 不能直接推门进屋 因为门荷叶上的铜轴用久了 里头会长袖 乍一推 必定发出声响 他得先把油壶嘴插入门边的缝隙 对准荷叶一捏弧度 点进几滴油去 再推门 便是悄无声息 还有掺过药的肉包子 用来打发宅中的看家狗 狗见着肉包子 一准是一口吞下肚 来不及出声便倒了 再一个是三角钻 铁线之类拧门窍锁的家伙 库房上挂着大筒锁 三两下就能捅开 捅不开 再上三角钻 飞天五共肖长安 胆大包天 从不穿夜行衣 仅以轻衣照身 轻衣虽然也是黑的 可跟夜行衣不一样 夜行衣除了颜色以外 用料和做法也有讲究 以绸缎的居多 因为绸缎细滑 被人攥住了容易挣脱 再一个夜行衣的胳膊肘 腿椰子 这些关节之处要多出一块 为了活动不受阻碍 而且夜行衣从头上到脚下是一整身 手背上有护手 脸上有面罩 穿戴整齐了 就露两个眼睛 别的地方全遮上 肖长安不用 就这么一身粗布衣裤 他也不蒙面 凭借手块刀块 向来不留活口 此贼的名号 飞天五共当中 占了一个飞字 可见善于窜房月脊 高来高去 城里大户人家的宅子 高墙磨砖对缝 灰砖之间缝隙极小 且以糯米浆灌住 砖与砖之间严丝合缝 肖长安用囊子 抠出一点灌浆 再把一枚铜钱插入砖缝 脚尖点的铜钱边缘 借力往上一窜直上墙头 形如一条大壁虎啊 有这么三五枚铜钱 几丈高的大墙也拦不住他 进了深宅大院之后 如何行窃 这其中也有许多名堂 就拿进屋作案来说吧 他得用囊子拨开门栓 往门盒叶上点两滴油 推开门 也不能直接往里走 因为当贼的 不知道屋里边有没有埋伏 倘若有人拿着刀枪棍棒 躲在门后 等着贼进来 搂头就打那可要吃大亏 所以得背冲屋门 先将一条腿倒伸进去 因为腿肚子上肉多 挨上一棍也不打紧 您再想想他这个姿势 背冲门脸朝外 前腿弓后腿崩 劲儿攒在门外这条腿上 一旦发觉不对 顺势往外一窜就跑了 进了屋没让人发觉也不能急于下手 得先把门关上 防备外边突然进了人 再搬个凳子挡了门口 万一把屋里人惊醒了 起来追贼 当贼的知道门口有凳子 可以从上面一跃而过 追的人可不知道 屋子里有黑 非让凳子半个大跟头不可 这就等于说在人家的地盘上 轻而易举 就给人家下了埋伏 绝对的心思缜密 非天无共 萧长安凭这一身本领 走千家过百户 穿宅入室 糟蹋完女眷 哀乌把人一杀 气定神贤 在墙上留下条血无共 卷了贼赃就走 那位问这贼人犯案 为什么要留些记号 让官差不明所以岂不更好 其实不然 人在江湖 挣的就是个名号 所谓人过留名 艳过留生 豪杰名满天下 恶人一臭万年 再着来说 你案子做得越狠 官差就越处你 萧长安杀人越货 做下案子 画上血无共一走了之 等到案发 官府派人追凶 他已经到了几百里之外了 那还上哪追去 因此这么多年过来 各地官厅悬赏缉拿 却也奈何他不得 江湖上更是将此贼的手段 传得神乎其神 称得上神龙见首不见尾 崔老道听罢 沸通枪打萧长安的经过 也替沸通捏了一把冷汗 满天神佛你不惹 非要在孙猴子身上耗把毛 不过捉拿飞天五共萧长安 乃是官厅的公案 他一个画幅念咒 降妖捉怪的老道 又能帮得上什么忙 我能非找他相助 那可是进错了庙 拜错了神 YouTube频道朝花夕时 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哪些您想听的小说 请给我们留言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书接前文啊 蓄水池警察所的所长沸通 找了催了道 把自己头些日子的奇遇 从头到尾这么一说 说的要多细致有多细致 催了道也听出来了 事儿嘛 大概其实这么个事儿 可里边没少添油加醋 掺杀的兑水 什么大耗子精偷考卷 无非拿起嘴的就说 打死催了道也不信 多半是找刑妾的贼偷 给他把考题顺了出来 沸通口沫横飞 从一早说到傻子 眼看着一壶茶都喝没了色了 这恶劲也上来了 就吩咐人出去南大寺附近的小吃铺 买几个牛肉回头 这东西类似于馅饼 用花椒水调牛肉馅 多放大葱青酱 隔老远光闻肉馅就觉得浓香扑鼻 却不是烙出来的 而是用油煎盛 吃起来愈发咸香酥脆 就是有点油腻 催老到穷鬼一个 肚子里油水少 来的时候本就打定了混吃混喝的主意 有回头解馋 也甭去南门口摆摊算卦了 纵然风吹日晒 折腾一整天 未必挣得出这几个回头的钱 如今肺通当上了巡官 一个月六块银元的新奉 这是官的 私底下吃拿卡要 更有不少额外的进行 就拿这牛肉回头来说 还指不定给没给钱呢 吃他一顿不为过 当下一手抓起一个 左右开弓 吃的顺嘴角流油 吃完了以后 肺通又重新给催得到七粒壶咽茶 过去京津两地喝茶 都讲着喝茉莉花茶 又叫香片 特别是天津人喝海河水 想遮住水里边那股子 咸色味 必须得是茉莉花茶 有家大茶叶庄 叫郑兴德 茉莉花茶最低的 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 抓半把茶叶扔进茶壶 漆开了闷一会儿 倒出来的茶 呈暗褐色 花香四溢 香中带苦 肺通见催得到 连喝了三杯茶 又用手背磨磨嘴角的油腻 知道他吃的心满意足了 这才接着之前的话头往下说 窝能肺带队寻夜 在大刘家胡同 枪打萧长安 眼皮子底下放走了飞贼 惹怒了官天大老爷 把他叫去当面没鼻子没脸 骂了一溜够 肺通站在那就像个裤衩似的 认什么屁也得接着 等官天大老爷骂够了 又派给他一桩柴 跟他说 干得好 将功补过 干不好 二罪并罚 扒了他这身观音 那么说官天到底让肺通干什么呢 说起来简单 签坟 在以往那个年头 签坟冻土 没什么大不了的 无非从这边跑出来 再埋着那边去 顶多请几个和尚老道念念经 做个法 那能有什么出奇的 话是不假 可得看签谁家的坟 穷老百姓的坟好签 不用肺通出面 随便派两个巡警 上门连哄待吓唬 给个三块两块的补偿 限定时日牵走即可 那么说是嘎杂子琉璃球 耍胳膊跟的混星子 家里的坟地难牵 还真不是 但凡出来开逛当混混的 都是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的穷光棍 上没老 下没小 无家无业 死后混上一领草席子 裹身就不错了 哪来的祖坟 再说了 过去天津卫的混混 向来是天老大我老二 讲究有理有面 不可能为了额钱乱认祖宗 传出去 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而官厅让肺通 牵的这片坟地却棘手 位于蓄水池西南角 当地人称围家大坟 乃天津卫八大家之一 前朝大盐商围家的祖坟 四周设立石头戒庄 上客围着营地 南边有两间砖房 以前住有勘坟的人 后来兵荒马乱 勘坟的跑了 周围的老百姓听说 这是块风水宝地 死了人就往这埋 本家也顾不过来 久而久之 成了很大一片乱葬岗子 而经官厅下令征地 要平掉乱葬岗子上的坟头 那阵子 天津城刚刚开始搞房地产开发 洋人开了股份制的房地产公司 不远万里 运来菲律宾的木材 法国的浴缸水盆 德国的铜配件 意大利的右面瓷砖 西班牙的五彩玻璃 在租界盖起了一栋栋漂亮的洋楼别墅 大清国的遗老遗少 下野和在职的军阀政客 这个都军那个总长 争相来此买房制地 此番官厅评出这块坟地 正是为了代价而沽 如果说坟地不好卖 还可以改造成公园 带动周边地价 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进相 真要是干好了 官厅大老爷必然裁员广进 狠捞一笔 这一带又是蓄水池警察所的辖区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让沸通处置无可厚非 您总不能让火神庙警察所的巡官 来西南角拆迁吧 不过这个事儿确实麻烦 且不说挨尖挨护上门打招呼 给补偿 原本的主将你就惹不起 想当初在天成一提拔的家 那可了不得 民间习惯以八归纳事物 占卜有八卦 医学有八纲 饮食有八针 乐器有八音 神仙有八仙 文章有八谷 位置有八方 吃饭有八大碗 满清贵咒有八大铁帽子王 天津拔的家只是一个合成 实际上豪门巨富不止八家 围着在其中是数一数二 祖上干盐运发的家 家里不仅出买卖人 做官为患的也大有人在 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 跺一跺脚 四成烂颤 在北大关咳嗽一声 南门外都听得见响 到后来大清国倒了 围着也开始败落 可您别忘了有这么句话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围着在天津卫传了八倍半 手眼通天 根底极深 从来也不会把区区一个巡官 放在眼中啊 所以说官厅会给一份补偿 给多给少 可得让废通上门商量 给少了人家不干 三块五块 不过人家麻烦的 给多了 官厅拿不出来 你说一个坟头要一千块洋钱 把官厅大佬抄了家可也不够啊 就这么一个骑虎南下 里外不是人的差事 落得他窝能费的头上了 窝能费自升任巡官以来啊 费二奶奶心气挺高 对这位二爷也有了笑母样 说话声调都见低 一直是好吃好喝好伺候 每天晚上有酒有菜 虽然只是花生米 老白干顶多再买上二两粉肠 可对平民老百姓来说 这也叫好的了 当天应了差事 沃能费回到家是哀声叹气 这真叫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一个人闷着在造家 滋留一口酒 巴搭一口菜 挖空了心思 绞尽了脑汁 大脸憋得通红 急得抓耳挠塞 愣是没个主张 费二奶奶不明所以 就在一旁问他 费通正好意图为快 把来龙去脉 跟二奶奶念叨了几句 费二奶奶听完纳闷了 千坟洞土又不用咱掏钱 干成了这桩事 一进一出的 怎么说也是一笔尽性 你应该高兴才对 发点门的愁啊 费通叹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坟地 拔的家的围剑 有钱放一边 人家还有事 皱皱眉头就够我喝一壶的 拔根寒门都比我腰粗 人家那坟地传了拔辈半 那得埋了多少姓围的 要不是风水宝地 老围着也发不了财 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开这个口 费二奶奶把嘴一撇 真是个窝能费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还当寻官呢 这有什么难的 费通正在心烦意乱 听二奶奶这么一说 他可不愿意了 得得得 闲的淡的不够你说的 不难你去平坟去 费二奶奶催道 废话 我一个老娘们惹得起老围家吗 你整个都木头嘎的脑袋 事是死的 人是活的 办法不是人想的吗 费通愁眉苦脸的说 我想了 真他妈没辙 费二奶奶说 我点拨点拨你 你姓什么呀 费通整个气 心的话说两口子过了这么多年 你不知道我姓什么 你这不成心吗 他又不敢发作 堵着气说 你说我姓什么 免贵姓费 费二奶奶打鼻子里哼了一声 亏了你还记得姓费 听我给你出个主意 他告诉费通 你不是老费家的人吗 你那个远房祖父费胜 跟老围的那是通家之好 那说什么叫通家之好 过去的大户人家讲究这个 娶媳妇聘闺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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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 身份背景条件接近的两家人才做亲 军机大臣的千金 要嫁就得嫁皇亲国戚 总督家的公子 娶的怎么说也得是巡抚的闺女 这家姑奶奶行给那家表少爷 那家的少冬家 娶这家的老闺女 不仅小两口之间得对上路数 两大家子人 无论生意上还是官场上 也可以彼此照应 相互攀附 说句文词 这叫裙带关系 费为两家正是如此 费通听了一拍脑门子 要么说当事者迷呢 遇上难处还得二奶奶拿主意 这还真是个法子 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好办 他只是费胜的一个远房侄孙 八竿子未必打得着 并且来说他混的也不怎么样 在小老百姓之中算是出头鸟 可到了围家门前 连个屁也不是啊 自个儿去打着费胜的旗号办事 人家上外面一打听 只是个出了五福 没来往的亲戚 说他王八上树 扒得高枝 实在丢不起这个人 这个门槛怎么进呢 费二奶奶说 别看你个脑袋挺大 可你那个脑仁啊 抠出来上等的 没个花生米种 你去老围家干什么 不会求费胜老爷子出面吗 费通听完了眼前一亮 对呀 我只想着求姓围的 倒不如去求姓费的 成与不成 我也没把脸丢到外边去 当时好玄梅从板凳上蹦起来 给费二奶奶来个脆的 磕个响的 哎呦 贤良淑德的二奶奶 您真的把我这命给救了 当天无话 转过天一早 费通去找远房祖父费胜 人家虽然不缺吃不缺穿 但费通深知大伙人家最讲究礼数 他这次舍出鞋本 买了不少鲜货点心 拎上大包小果 登门造访 到地方一叫门 油管就开门 见是费二少爷来了 赶紧往里请 您甭看是出了五福的亲戚 再怎么说 一笔也写不出两个费字 即使是脱拨要饭的花子 只要你沾了宗亲 人家心里再瞧不上你 论着也得叫上二少爷 老爷子费胜接到通病 出来会客 派头那叫一个组 身穿宝兰断的长衫 纯金的怀表链搭在胸前 重眉毛大眼睛 八字眉四方大脸 大耳朝怀 长得甚是威武 大背头一丝不乱 油亮油亮的 腰不弯 背不脱 从楼梯上往下一走 风度翩翩气宇轩昂 家里有钱 保养的又好 大老远一看 仿佛是五十多岁 实则七十有四了 那说在自个家里 不能穿的随便点吗 不能 要的就是这个谱 除了吃饭睡觉 一天到晚走的哪都得端着 费通见费胜出来 忙迎上去下拜 拜完了又要磕头 费胜乐了 白手说道 行了行了 别磕了 别磕了 不年不节的 哪用得着行大礼呀 我说 小通子 你最近挺好的 费通毕恭毕敬的回道 让爷爷您了惦记 我挺好的 说话 将费胜扶刀态势 椅上坐好 规规矩矩的退后几步 在一旁垂手而立 费胜指着旁边一把椅子 让费通坐着说话 问道 听说当官了 费通成黄成孔 欠身坐下 屁股挨着一点椅子边 还没坐稳当 听见费胜问话 立马又站了起来 回道 托您了的福 这不是吗 当了蓄水车警察所的小小巡官 费胜点了点头 摆摆手 示意费通坐着 好好干 将来混个厅官没问题 咱们老费家的人 错不了 费通赶紧赔笑说道 还得您老多栽培 三问三答说过了场面话 费胜就开门见山了 有日子没见你了 怎么着 有事儿 为什么这么问 就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 那费胜是干什么的 驰骋天津卫官商两届几十年 这点小心思还看不透吗 又是自个家的人 懒得拐弯抹角 直接了当把话递了过去 费通正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求费胜 借着问话就坡下驴 说道 爷爷 我来没别的 有这么个事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将以往经过一说 我愣头可恼的去围府 怕人家不见我 所以来求您打个招呼 或者下个条子 费胜用手把油亮的大背头 朝后边捋了一把 慢吞吞端起桌上的盖碗茶 抿了抿 说道 就这事儿 行 这么着 你甭管了 回去听信 过两天 我让小五子 你五叔通知你 不管成与不成 准给你个回话 那意思就是你先回去 我看着办 眼下不能满婴满血 如果当时把弓拉满了 大包大揽 硬承下来 万一围的那边不同意怎么办 这就是为人处事之道 书要简言 费通辞别了远房爷爷费胜 回了家等候消息 真不含糊 三天之后 他这五叔来了 拎着叫五叔 其实比费通大不了多少 有钱人家的少爷不一样 身穿洋装 脚下黑皮鞋 鼻梁子上架着墨镜 紫水晶的镜片 黄铜的镜镜 三骑开的分头 跟狗舔的一样 而且是骑自行车来的 一进他们这条胡同 真叫军队里放鞭炮 炸了营了 那个年头 骑自行车的人太少了 引得街坊四林 全出来瞧热闹 费武这辆凤头啊 是他拖在一和洋行 做事的洋人朋友 专门从英国漂洋过海 带过来的 整个天津味也没几辆 车标上全是阳闻 这个车刚买来的第二天 费武就骑上他 在鼓楼门洞子里 来来回回溜了三趟 可让天津味的老百姓 开了眼 大闺女小小子 跟在费武屁股后头 一边跑一边琢磨 怎么这两个轮子 一转起来 就能立着不倒呢 费这少爷 也是爱现眼的主 车把上的转铃 叮铃铃一响 嘴里唱起了刘宝全的活捉三郎 从此 他没事也得骑出去转一圈 家里有点什么事 他都抢着跑腿 就为显摇一下自己这辆自行车 费武到了费通家门口没进去 一只脚踩在台阶上 那只脚蹬着自行车的脚蹬子 按一声车铃 叫了一声 费通 赶上这会儿费通没在家 还在警察所当差呢 费二奶奶听见声音迎了出来 脸上乐开了花 哎呦 五叔您来了 快进快进快进 我这就上水铺叫水 给您了 七茶 八 四 四 reality